好,今天呢我就为大家做一个特别的视频 我一直跟大家说过 我一直想做一个我的鞋子收集的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曾经购物狂时候的战利品 这里边什么牌子的都有 我这里边还有呢 我还有很多在这边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那是都是普通牌子的 这个就是稍微有一点品牌的鞋子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排着来好吧 排着来 那这个呢第一双呢 这个呢其实它这个呢是很多是QUGG那个牌子的 它这个款式呢好像是QUGG牌子 就不算什么好的牌子 但是呢它这个是仿 仿Shanel的款式 我特别喜欢这个鞋 这个鞋的样子 看到了它有鞋带 但这个珠子是可以拆下来的 它有鞋带 那个换成鞋带平时穿 如果你平时比较FOMO的地方呢 比较正式一点的地方呢 就是用这种珠子 这个这个亮珠子 亮闪闪的珠子 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双鞋我特别喜欢 这双鞋子呢 这就是当时这是也是 因为 Jimmy Cho 这是不是叫Jimmy Cho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我说Jimmy Cho 这个品牌名字我说不准 因为当时这是有一个 它美国代购 它是从美国 美国经常这种大牌子 会打折什么的 其实颜色并不是我想要 但是我喜欢这个鞋跟 在夏天的时候嘛 这种这个杆高度 然后这个坡度又不累 算颜色有点鲜艳 不过想还年轻嘛 是吧 说不定能穿上 也就买了 正好有我的尺寸 然后这里是Jimmy Cho 这个是金属的 上面有它的标志 这个鞋也是 这是刚买面 也是前段时间 刚买面 还是一次没穿过新的 然后这个是 这双鞋的质量蛮好的 这边是个金属的 我蛮喜欢 这个颜色有点鲜艳 不过想 For summer 应该也可以 这次Jimmy Cho的那双 这是一双 当时看到他们出这种 这个闪光鞋的时候 特别特别喜欢 接好之后 见到之后 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这双鞋 然后又买了 其实根本就没有 这么机会穿 我想要参加完宴的时候穿 反而是这种最普通的 这种鞋 我反而就会经常穿 这是LV的 这是LV的 就是普通那种 小的 是那种 小的平底鞋 平底鞋 这个我经常穿 这个我经常穿的是 是非常非常舒服 这个鞋还是蛮舒服的 那上面它有个金属扣 上面写的是LV 上面是一写的LV 这个 然后前面脚标 这个鞋 还是我蛮经常穿的 也是质量很好 这个呢 Shener Shener的这双鞋呢 因为我有一双是 我有一双是这个 这个最普通了 我那个穿的 你看也被我磨了 那个穿的就比较多 但这个呢 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哇就买了 其实这个号是小一号的 我穿37 这个是36 当时我在想 因为有朋友转让 它是新的 没穿过的 新的 然后朋友转让呢 它就是那个 我小一号 我在想 哎呀小一号 几几脚也没关 因为这种 这个倒是非常非常难买 因为这种款式的 这种根高度 是非常难买的 这个鞋 当时我想 小一号就几几脚嘛 就穿了 但是后来 看到了 真是够狂的行为 特别后悔 因为这个是小一号 我穿特别几脚 我一次没穿过 新的 我等于我想 我有想过 想把它转让出去 这个鞋呢 其实你看 我穿鞋还是比较 经常穿这种 比较舒服的鞋 比较多一点 这个呢 可以说 这是那个 Taupe T-O-B 我不知道 这个因为光闪 这个金属 它扣 它是小的 是T-O-B的牌子 他们当时 它最出名的是 下面这个豆豆 有多少 那Taupe T-O-B-S 这个牌子 这个鞋呢 我穿的也蛮多的 因为这是旧款 旧的款式呢 它有这个金属 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个鞋是 超级超级舒服 你这底怎么穿 这个豆豆都是 磨不平的 质量非常好 它家的包包和鞋 就是款式到一般吧 但是质量非常好 豆豆鞋 它这个牌子 是非常出名的 这个是Gucci Gucci的这双 大家伙应该也是 很popular了 去年的前年的 我买的是 后面有扣这个的 也是 这个去年有穿过 还是蛮喜欢的 这个鞋 然后这个是小奈儿 也是当初 也是有病 这鞋买了 买了之后呢 也是 当时穿的时候 很喜欢 因为你知道 我是水瓶座 特别喜欢 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个鞋好特别 这根 这高度 也挺好的 但是呢 有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 它因为是木底的 穿起刚刚响 哇 你走路特别响 因为是木头底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 因为我胖的缘故 走起路来 就是穿这个鞋 就是超级 懂声 很大声的 它旁边还有这种 这种细节 这种细节 我可能是灯光的问题 所以它很难很难照得清楚 因为我这个房间不够亮 我开的这个闪光灯 但闪光灯搞的这个东西啊 显得就没有办法看到比较具体 它这都是木头的 很硬的很硬的 非常漂亮的一双鞋 穿上去之后呢 非常显得非常年轻 非常好看的一双鞋 青春的一双鞋 但是鞋底是木头的 很硬很硬的 穿上去非常吵 非常吵的一双鞋 我很少有机会穿 也是买回来这棒 这个呢 就是今年 是今年还是去年 最新的 Dion的这个拖鞋 这个扣是最新Dion的 我当时看了之后 毫不犹豫 就买了一双 但是这还没机会穿呢 因为夏天没到嘛 Cris Sting Dion 那个那个 还没有机会穿 那个等到夏天才能穿 这个呢 也是Fendi 哇 我好喜欢这个毛毛 能看到吗 这是毛绒绒东西 我特别喜欢可爱的东西 有小小跟 我这个鞋呢 也平时很少穿 我就想 等到夏天的时候 如果有party啊 可以配裙子穿 所以这个鞋 我当时就买了 当时买的还蛮 就是比原价便宜 好像我当时买的是 700多欧币 但是这个 这也是非常好看的 小白鞋 这个我就不介绍了 因为之前我也介绍过 这个呢 我穿的比较 这个Prada的 这个Prada的 这个鞋呢 我买的很早 很早买了 比较早款的 这个款式比较老了 但是穿上也是很舒服的 非常舒服的 这个款式 这个颜色 而且非常好搭衣服 这里有一双呢 是Fendi的 这个Fendi呢 是像是 算是恨天高吧 给大家看一下 超级高 这个鞋跟 它其实你穿上脚上啊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款式 也没什么特别款式 但是呢 它这个跟设计的 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前面比较高嘛 然后后面 虽然这个高中 但是穿上去还蛮舒服的 这是一般平时 我要穿在晚宴啊 什么就是 特别聚会的时候 穿个小裙 配个打高跟 这个高跟鞋 而质量非常好 所以你看这个鞋底 我就说也穿过 很多次 澳洲这个D 也特别磨鞋 穿几次就变这样了 但是这个鞋 还是质量蛮好的 所以这个鞋 我可以穿 就一直留着 都参加聚会 所以小黑鞋是百搭 百搭 所以这是 这个是 翻底的 这个鞋 是买的 也都是真皮 质量都非常好 我喜欢穿 也不错 然后呢 这还有一双 不可以错过 这一双 这双是赏内尔的 这是赏内尔的 这个 这个 呃 呃 翻 渔夫鞋 这双鞋 我超级喜欢 已经被我穿得很脏了 这双鞋 我特别特别喜欢 这双鞋 特别的舒服 而且这个质量 这个这个这个皮质啊 特别好 总之一句话 就是舒服 你看 其实你看 我这么多鞋里边 我穿的最常穿的 就是最舒服 但是这个LV的平底的 还有这个 是我最常穿的 就是就是 还有固起的 这双也是不错 因为根不是很高 而且后面可以踩根的 所以呢 我也经常穿 嗯 还有这双小拖鞋也是 这是我这是 因为这双 我买的很早了 经常穿 因为它这几个颜色 都很好配搭 而且呢 就是特别舒服 其实 我就是喜欢买 但是我真正穿的话呢 我永远只是挑 我永远只是挑 觉得舒服的穿 不舒服的鞋呢 一般都是摆着 摆着看 你想这些东西 我根本没有办法 把它处理掉 因为 都是很贵买回来的 当然有一些 比方说 这个没有穿的新的 我可能将会 卖掉啊 因为这个没有穿过 而小穿不进去 这些 这些 这些鞋呢 就是我 这已经是我处理掉 至少三分之二 剩下的鞋 这些鞋呢 我觉得这是品牌的 然后是质量很好的 我觉得 而且这是款式 质量都可以穿到很久的 这是几双 我在柜子里边 我还有柜子里边 我还有很多很多 我那是普通牌子的 我就不拿出来 给大家看了 但是也是各式各样 就是足够 这些鞋足够 我穿很久很久很久了 所以呢 我现在就几乎是 不需要买鞋了 各式各样都有了 这些牌子的质量呢 我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因为 既有一点 像这样 就平时 我们经常会穿这种小鞋 稍微有点品牌的呢 这个鞋 都是也是至少 至少穿两年了吧 这个鞋 也是质量非常抗燥 所以就是穿很久很久的 像 这双也是 我穿了很多年了 然后这个是超级喜欢 它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它这个design 不知道是Copy什么那样的 但是它这个Q QUGG这个品牌呢 它有很多很多漂亮的设计 当时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 我就已经爱上它了 我当时毫不犹豫就买了一对 然后确实漂亮 你穿牛仔裤穿 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 今天呢 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OK 这是 这就是我平时这几个 这就是比较有 比较贵一点牌子的鞋子 我 我不知道我其他地方 还有明明家里面 到处都是 我会放我的鞋子 有时候放在不同的地方 很多很多 所以目前为止 我能看到的就这些 所以简单的 这已经是我极简主义之下 剩下的鞋子了 我已经很极简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里边基本上都是 在我基本上需要的鞋子都有了 所以我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会再买了 我那小靴子还在外边放着呢 因为它那不属于好一点牌子 所以呢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然后那个小靴子也是非常非常好穿 非常舒服的 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 就是说 一个一双好的鞋 其实你也不一定要非常好的牌子 稍微好一点 你保证它的制作工序 还有它的质量 还有就是说 如果价钱又可以接受的话 我觉得一双设计非常好的小靴子 可以整把整个人的气质都戴起来 所以鞋对相比 对你穿着来说呢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比较重要的 像我一般都崇尚的是 衣服尽量是便宜一点 但是accessory呢 就是饰品呢 比方说腰带鞋 围巾呢 这种东西呢 就是说比较贵一点的东西呢 这些东西 因为你也可以长期用嘛 这种小 你稍微添加一下 这种accessory的话呢 就给整个档次就上来了 所以而且这些东西 你可以常用 不像衣服更换的这么快 还是蛮值得投资的 好的 今天呢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今天因为我答应 答应朋友很久了 说要做一下这个 鞋子的这个收集 收集的video 今天就做给大家了 也算是完成一项任务 好吗 那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